大家好啊 欢迎继续观看我们的请出示文件啊 那么在上一集当中呢 我们也是放行了一个抵抗组织的特工啊 但是第二个人啊 到我们上一集结束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来啊 然后呢 这个组织给我们送来了一千块钱 然后我没有收 然后第二天呢 他居然给我们送来了两千块钱啊 然后在上一集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啊 我也是把这两千块钱给收下了啊 虽然说我说过啊 我想当这个阿托茨卡的包青天啊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这个阿托茨卡也没有开封府啊 我也当不上这个开封府府尹啊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检察员啊 这如果我们拿了钱 我们一段时间内啊 就算是不工作 我们这个家庭啊 也可以活下来了 有了这两千块钱 应该也可以帮助我们应付一些这个突发情况啊 那么我们今天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咱们话不多说啊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游戏 在上一集结束的时候 应该是又有一个克莱恰人啊 把我们这个士兵给炸死了 他是这个携带的炸弹啊 果然啊 这个又一个炸弹袭击着闯入 移民审查暴露不足 边境地区有望签署 有望签署严格协议 看来我们需要处理的文件啊 又多了 我们去工作 检察员 新主管对外来者检查等级表示不满 从今天开始 所有入境者必须出示最新的 包含身体体重及身高 以及外貌的身份补增 规章的手册已经更新了 丁佑阿朵兹卡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条令 外来者需要身份补增 好的 我们去完stroke 至于哥 应该没问题啊 来进去吧 不要发单 不要发单 好的啊 没有 等一下啊 你没有戴眼镜 你不符合这份描述 我已经变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会给你验指纹的 再见 这个指纹系统有问题啊 再见 再一个 这我也得小心点啊 不要把这个特工拒签了 好的 这个警卫来找我们了 早上好 你没有拘留足够的人 我没有任何好处给你 好吧 拘留更多的人 是我得到奖励的一部分啊 好的 下一个 没关系啊 我们现在不缺钱了 你没有入境许可 但是我也不会问你的啊 再见 这样的话更快啊 你没有入境许可 他可能有啊 但是他没有拿出来 所以我也就不管他要了 下一个 下一个 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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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问题啊 来过去吧 下一个 嘿哥们儿 我把身份证丢了 我觉得是有人在更衣室偷了 但是我赢得了比赛 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我拿着这个多年了 你拿去吧 阿罗兹卡海贬队小组第一挂在墙上 你是足球运动员啊 但是 你没有身份证啊 这不好意思啊 我可以把海报还给你啊 再见 嘿胡说 我甚至把锦旗都给你了 我得跟教练说说这屁事 哎你别走啊 我可以把锦旗还给你 喂不要走啊 算了他已经走了 下一个 不好意思啊 我不能因为你是这个足球运动员 我就放你过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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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工作啊 哎呦 现在文件越来越多了 你是黑发吗 好吧还真是啊 你要待多久 哎呦我看一下 一整年不对啊 不对啊 这个我也不会问了 如果要问的话 他就会说啊 抱歉 我待一个月 那样的话 我还要审查 剩下的这些文件 我直接拒签 他也不是这个特工啊 再见 对啊 哎呦有问题了 来给你一张卡片 哎呦有了大问题 哎呦这下早了 算了 再见 我已经拒签了 所以 再见 反正你的这个描述也不对啊 我拒签他也没问题 下一个 但是我可能就会少拿一份钱啊 因为他没有进来 有问题 你这个不符合 那肯定是个误会 文件是有效的 来人了 正好啊 这个警卫不是说 我们没有拘留人吗 这回我就给你拘留一个 干什么 身份补编真是痛苦啊 很难搞定 而且只能用几天 你们阿多兹卡人办事 真是越来越难办了 为什么还要开放边境啊 好的 反正你的这个身份描述 也不符合 再见 我知道那甚至没用 把钱花在贿赂上更好些 下一个 下一个 就会与不是说 你真是难受的 他们想要把钱飞は 他需要再来 继续 我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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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可以 好了 有点 可以 来过去吧 下一个 无效的体重 抱歉 没有看到 愿我愿我愿我 再来看一下 这个体重 这次体重是对的了 等一下 你是男性吗 不会见茶的 再见 下一个 再见 下一个 下一个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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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问题啊 今天这是最后一个了 来 过去吧 不要吃花单啊 下一个 不是啊 明天早上六点再来 没有下一个了 邻居转达了我们的新财富 收入部在调查期间 没收了我们的积蓄 哎呦 看来我接受那两千块钱的事情 我接受那两千块钱的事情暴露了 哇 我现在零 我现在储蓄零 我们没有钱了 哎呦 不过我们刚好啊 可以支付儿子的药品 还有这个食物供暖租金 我们都能付上啊 还好还好 哎呦 这下个出大问题了 出了大问题了 哎呀 这个阿多斯卡真理报啊 这12月6号的啊 罪犯的避难所 阿多斯卡获得了不实的声誉 钱格利亚告密者拒绝共和联的庇护 穷子啊 哎呦 这下可坏了 出了大问题啊 这可怎么办 检查员 司法部请求我们的支持 每日公告将会包含 前三名的国际通缉犯 检查入境者的面貌 并立即拘留 天佑阿多斯卡 好的 这是通缉犯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啊 来下一个 来人呐 拿下 或许你不该来 我没什么可说的 来人呐 在这看到你很搞笑 正在找罪犯呢 罪犯 你在说什么 出去 下一个 真的是啊 第一个人就是一个通缉犯 再见 听说你是外交官啊 你是外交官 我也不会给你检查的 再见 下一个 哎呦 抵抗组织来了 大理屋是个错误 情报部现在正在调查 我们的关系 下一位特工今天就来 会解决麻烦的 为了 自己的安危 拒签他 什么意思 是我们 是这个阿多斯卡的特工 还是抵抗组织的特工啊 下一个 听说你是工程师啊 来给你 他是工程师 哎呀 算了 我真的不想 我不想审了 我这个无心审理 直接放你过去吧 来过去吧 下一个 吃发单也无所谓了 吃就吃吧 我按错了 按错了 哎呀 完了 他走了 我要吃发单了 啊 果然 申请者可以入境 或许你不该来呀 或许你不该来呀 来人呐 快点就放你进去了 下一个 下一个 我犯了点小错误 请把文件还给我 请把文件还给我 你把两张身份证都拿来了 来人呐 一次给了两份护照还行啊 出去 下一个 你不是特工对吧 你如果不是特工的话 那我就拒签了 我现在无心工作 只想着这个特工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安全 下一个 好 随便 这个人应该就是特工啊 应该是他没有错 来 给你 为了阿多兹卡和社团 你进去吧 下一个 这张罚单我吃了 又是罚单的声音 这张罚单的声音 下一个 现在应该是两位特工 我们都放进去了 至于我们会不会有事情 那就不知道了 没办法了 我能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两位特工现在全部都进去了 至于能不能成功 我就不知道了 体重不得近 来人呐 检查一下 你来这儿是个错误 很明显吗 是的 是的 很明显 下一个 你没有入境取核 我也不会管你要的 再见 再见 下一个 你应邀出席 我看一下 来 过去吧 希望没有问题 好的 没有问题 话说 我们现在到底是 什么情况 这个饭也不要吃了 卵也不要供了 我们还是省点钱吧 我们现在积蓄 已经全部都被 没收了 睡觉 这个阿多斯卡真理报 这上面不一样了 这应该是 抵抗组织的符号 同时我们收到消息 我们这个手术得到完善 只有阿多斯卡的专家 才能操作 好的 去工作 这个应该没用了 两个特工全部都进来了 我先把它放起来 下一个 这样的话 看起来简洁一些 你没有身份补增 你不是通缉犯吧 不是 你虽然不是通缉犯 但是你没有身份补增 而且我也不会管你要的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下一个 阿多斯卡之王 哎呀 是炸弹 快来人了 来人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发生了什么 哎呀 这半吊子玩意儿是什么 我们要疏散吗 就为这点东西 不 当然不 拆掉 把盖子打开 我看一下啊 二货恐怖分子 就不会加一个显示器吗 我看一下啊 好了 搞定了 回去工作 我们应该关闭检查点 扯淡 我今天要赚钱 把炸弹给我 我卖掉材料 给你分成 好吧 什么狗屁玩意儿 我怀疑 炸弹值多少钱 叫下一个入关的 哎呦 好的 我们把炸弹给警卫了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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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好 是 这 按 里 诋 好 是呀一个 我以为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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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你哭 Ada,你哭 Aya,你哭 Ada,你哭 Aya,你哭 再见,有问题啊 有问题我也不会问你的 再见 下一个 哎哟,社团来了 把加密文件给我 好的 两个都要 好的,都给你了 你做的很棒 两个特工都开始行动了 阿多兹卡刚建立的时候 社团扮演了和今天一样的角色 当专制结束时 我们会再次消失 好的,给你 下一个 下一个 阿多兹卡万岁 下一个 下一个 好吧 你居然不是通缉犯啊 我还以为你是通缉犯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来给你 一切顺利 下一个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也就没问题了吧 两个特工都进去了 希望没有问题啊 要是有问题的话 有问题的话也就没办法了 我还希望能打一个好结局呢 阿德巴斯卡分岁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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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顺利 下一个 今天又快下班了 来 过去吧 下一个 描述特征 克七象 哇 这个象就叫做克七象吗 好吧 还是第一次看见 算了 进去吧 儿子又生病了 收入部已经查清了我们的坏事 我们的 我们的收入不会被 遣返了 不是 什么意思啊 那完了 不是 那完了 哎呦 我们接受了抵抗组织的两千块钱 然后我们两个特工都进来了 怎么回事啊 哎呀 那行吧 现在啊 已经到了第十五天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接收了两千块钱啊 被这个财政部给发现了啊 经过了调查之后呢 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查到了 我们接收了这两千块钱啊 我们的收入不会被返还了 然后两个特工我们还都放进去了啊 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啊 这集先这样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啊 再订个月啊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获到我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这集就这样啊 大家再见